商鞅其实他自己推行了金献制 但是自己又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 其实他是活该被杀了 他一边一方面要求就是 秦国的贵族把土地交出来 让这个秦国实现金献制 但是呢自己呢又不断的扩大自己的贵族彩衣 成为商君 他拥有的土地特别大 你假如去看古书的时候 你就发现商鞅大概拥有了秦国当生之一的地盘 都属于商鞅的个人的贵族彩衣 假如是你是秦国贵族 你会威竭的很难受 一方面把我的土地都给收走了 说要资源国家 然后建立什么金献制 然后自己呢就又拥有这个秦国最大贵族彩衣 这种行为肯定是迟早而已 反正只要商鞅的保护人 政治保护人只要一死 那商鞅肯定是要倒霉的 这跟他得罪这个太子师父是没有关系的 是他自己本身就持身不振 你要搞金献制 你就自己彻底一点 不要自己还维持贵族的特权 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彩衣 不断的另搞一套 一方面强迫所有的贵族得让出利益 为了秦国着想 然后自己他妈的又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 而且还是秦国最大的封建之国 这完全就是扯鸡巴蛋 所以商鞅真的不只应该被五马分尸 嘴上要求别人一套自己又做不到 你变化的名义打击别人 然后到了自己 有多少土地就搞多少土地 像这种人领导变化 肯定最后自己是要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付出代价的 谁他妈也不是傻瓜 那秦小公死后你还要忽悠谁啊 大家他妈的早就对你忍无可忍了 这些不是对商鞅的报复和反弹 是商鞅自己本身就没做好这个事情 他自有其始之道 他虽然对秦国变化有功 但是他最后被秦人五马分尸 也算是功过相抵吧 都是自作孽不可活 商鞅没有开创经济 开创经济的是那个 就是齐国的管子 有时候我想到一些观点 但是不知道对和错 随便拿出来说一下 大家听听就好了 不要真的认为我说的绝对正切 因为我刚才提商鞅 我只是以前读书有过这个念头 商鞅这段历史比较切乏政绩 我只能根据他的 就是他当时封的那块地有多大 我大概在地图上画了一圈 发现这个事情不对 但是我没有认真的去深入的了解 实际上商鞅是不是真的封了那么大一块地 因为有时候古人在史料方面 有时候也不是很严谨 司马迁写述不是很严谨的人